你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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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不知道 你找谁啊 这是月秀琴的家呢 是 叔叔阿姨有人找 谁呀 谁允许你进来的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你干什么 吃饭呢 还有脸吃啊 干什么 不怕把育肉也包着呢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 你来我家闹事是不是 你这不行 我现在就报警 报啊 我妈躺在医院里呢 赶紧报 你们以为自己做坏事 不会付出代价是吧 以为刘明跑了 就可以跑了是吗 我今儿来告诉你们一声 你们 在我身上 和我父母身上 所做的一切恶 我都会让刘明百倍地 赔回来信不信 我一会儿就去报案 他不是不回来吗 我让警察把他抓回来 你家伙谁呀 你报什么案呢 当初在说 他从银行贷款 是拿那套房子做的抵押 他看来你是知道的 但你们当然也知道 他借私人带 已经把这房子抵押过一回了吧 现在把身体干净养好 也有跑监狱的时候 有你们瘦 英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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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 刘伯 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 容我说上两个句好吗 你目前这事 我很抱歉 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真的 说过他了 你能原谅他这一次 更希望别迁怒于刘明 刘先生 我一直都特敬重您 我一直都觉得 你是一个素来软弱的人 我觉得发生这一切 你可能都是无力阻止 可我现在才知道 你是那个最会演的 你是又闹又坏 你媳妇对我妈做的这一切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妈躺在病床上 你打过一次电话吗 你看过她一回吗 没准 他们俩做的这些事 你都在中间出谋划策呢吧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你怕我伤害到你儿子 你开始跟我装可怜是吗 恶心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 他比你爸岁数都大 怎么尊重老人的 人不能因为老了 就有作恶的理由 都活了一辈子了 还没活 明白呢 太可怜了 赶紧给你儿子去报信 让他有多远跑多远 千万别被警察给抓着 英子 英子 你惹他妈干什么呀 你明白这是他不好惹呀 哎呀 千万别说这些了 赶快给刘明保信啊 想办法呀 别让他回来 楠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看坏人如何付出代价 我先走了啊 我会常来看您的 爸 我先走了 爸 我先走了 我送您到楼下吧 不用 爸 您陪着妈吧 开车小心点 走了 我说 我走了 嗯 走了 我先走了 你走 英子 哎呦 夏叔 哎 你男朋友小张是吧 哎 你好啊 你男朋友是够孝顺的 英泽 事情我听说了 有没有什么 我能帮得上忙的 不用下说了